你知道韩国的高中生过的有多卷吗? 每天学习时间超过15个小时 睡觉时间被压缩到只有短短5个小时 其竞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我们的高考 天色刚微微亮 还在睡梦中的永俊就被妈妈喊了起来 对于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少年几个小时的睡眠严重不足 每天早起都是一种煎熬 为了学习不得已艰难地爬了起来 FG吃早饭只能拿上一根香蕉在路上垫垫肚子 永俊就读于首尔一所知名的高中 这里的孩子们都有着同一目标那就是考上顶尖高校 为此他们要付出的代价让人难以想象 在这里为了学习实行的是严格的男女分班制度 来到教室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先上交手机 为了孩子们的学习学校规定在课堂上不允许使用任何电子产品 早上的第一节课就是经济学 虽然老师的课堂非常有趣生动 但还是有许多同学顶不住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 永俊也不例外 严重的睡眠不足让他始终无法保持专注 他并没有直接倒头睡去 而是选择起身来到课堂后面 站着听讲至少不会让自己轻易地睡去 他明白在残酷的竞争面前 可能仅仅一次偷懒就会与同学拉开距离 所以也必须全程保持精神集中 由于政府规定不得体罚学生 老师们采用扣分制 每个学生每个学期有50多分 上课睡觉就会被扣除2分 这个信息也会直接以短信的方式通知家长 这样就可以让家长们负责惩罚教育孩子们 但在课间 许多老师依旧秉承着严实出高途的道理 对待调皮的孩子仍然会用戒指轻轻敲打几下 下午4点 一天的课程就结束了 虽然学校的课程相对轻松 但作为望死成龙的家长们 可不会放过剩下的宝贵时间 勇军下课后妈妈就会带着他 马不停蹄地前往补习班 在首尔有90%的学生下课后 都会继续去补习班上课 每个月学费都要近900欧元 虽然政府反对这种剥夺孩子自由时间的补习班 但也无力阻止家长们的做法 孩子们还要在这里继续学习五个多小时的加强课程 夜晚10点下课后还要打卡确认以防他们有翘课行为 只有离开教室的这一刻 勇军才觉得有了一丝自由喘息的空间 可即便是已经疲惫不堪 今天的课程还没有完成 他还要继续前往补习室完成剩下的作业 每天生活在高压之下 勇军觉得非常累 他没有社交更没有娱乐活动 有的只有读不完的书做不完的题 即便如此还是不敢放松 因为现在的复苏都是在微日后铺平道路 直到凌晨12点半 勇军才完成今天的课业回到了家里 而接下来短短的几个小时 才是真正属于他的时间 跟勇军一样 罗云同样就读于首尔的一间知名高中 不同的是这所学校是正常的男女婚班 第一节课别的同学都忍不住呼呼大睡的时候 罗云强称着困意认真的听讲 在激烈的竞争和残酷的现实面前 他必须要时刻保持专注 只有这样才能考上重点大学 他也会趁着课间的十分钟时间 向老师请教难题 作为班主任 他也能够理解学生们的艰辛不易 但是如果现在不这样的话以后 残酷的社会更会压得他们喘不过气 中午吃饭的时候 罗云会跟几个玩得好的朋友 做一起简单的聊会儿天 这样短暂的放松时刻 也能更好地调整一下身心 在韩国竞争激烈 想要出人头地 那就必须比别人更拼命地努力 放学后 罗云同样是马不停蹄的前往补习室 在这里所有人都在埋头苦读 作为学生 他们只有努力学习考上重点大学 才能在残酷的竞争里脱颖而出 罗云到家时已经11点了 辛苦了一天 妈妈也为他准备好了宵夜 作为家长 除了为女儿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 还要保证她的伙食足够营养健康 妈妈说她会尽自己的权力 为女儿提供一切必要的资源 只是为了她能够在学习的道路上畅通无阻 虽然暂时苦了一些 但今天所做的一切 也完全都是为了日后更加美好的未来 感谢观看